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朋友 各位观众你们好 愿大家都平安 开始我们的聚会 我们同心来祷告 慈悲的天父 谢谢你又把新的因缘摆在我们的面前 天父我们知道 你把新的因缘摆在我们面前 需要我们学习怎么样好好的活着 你希望我们能够在未来的一年里头 获得更好 获得更像你 获得更有见证 天父谢谢你 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 你知道我们的心愿 我们真是愿意在未来的日子里头 好好地为你而活 不认论你留在圣经里头这些话的时候 但愿我们再一次被你的话来感动 帮助我们照着你的话去行 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 赐福给我们下面这一段时间 听我们的祝福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的祝福给我们的祝福 这种人数 这种人数也是越来的越多 这种人数也是越来的越多 当然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但是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这些人觉得信耶稣的人很不真实 他们觉得不少的基督徒是非常的虚假 所以他们就觉得回到教会没有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流转这种的情况 我们要流转这种的情况 就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 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 我们要追求真实 追求在我们的生活里头 活得很真 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想到使徒行传十六章 保罗在腓立比这个地方 那一次的经历 那使徒行传十六章 从第十一节到十五节 就记载保罗在腓立比这个地方 那一次的经历 那圣经怎么说呢 那请大家来看 使徒行传十六章 十一节到十五节 那圣经这样说 于是从特罗亚开船 一直行到撒摩特拉 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 从那里来到腓立比 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 头一个城 也是罗马的住房城 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 当安世日 我们出城门 到了河边 直到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 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 就讲到 有一个麦子是布匹的妇人 名叫吕迪亚 是推亚推拉城的人 苏来敬拜神 他听见了 主就开到他的心 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 他和他一家寄灵了喜 便求我们说 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 请到我家里来住 于是强留我们 那圣经我们就念到这里 这里是记载保罗 在腓立比城外 参加一个祷告的聚会 在那个聚会里头 有一个女人名叫吕迪亚 她听保罗讲道 而圣灵开她的心 她明白到耶稣基督是救主 她就接受了耶稣基督 相信了耶稣基督 后来她对保罗讲了一句话 她对保罗说 你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 那这一句简单的话 却是讲明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这句话告诉我们 他不但只是信了主 而且是真信主 意思就是他对主是忠实的 是忠诚的 是真心的相信他的 那这一种的真信 是今天你跟我非常需要追求的 那论到这个吕迪亚 他真信主 首先给我们看见 是他信得很真 因为他说 你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 所以这句话表示 他信的是非常的真的 很真实的 那论到吕迪亚这个真实的信 首先给我们看见 他是知道上帝的 因为圣经说 他是敬畏耶和华上帝的 而表示他知道有上帝 这是非常难得的 他知道上帝 说明了他有一个宗教的信仰 他这种宗教的信仰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是跟我们有几分相似的呢 那我们也是这样的 我们知道有上帝 我们知道有主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也是有这个宗教的信仰的 这种的信仰是非常好的 吕迪亚他不单止有这个宗教的信仰 他知道上帝 他更是化这种信仰的知识为真信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因为这位本来是认识耶和华上帝 敬畏上帝的人 他留心听保罗讲道 当圣灵开他的心的时候 他明白过来了 他就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 然后他就说 他是真信主的 这说明什么事 他就是化他宗教的知识为真实的相信 各位你知道吗 他有这种宗教的信仰 知道很多道理 知道耶和华的名字 知道耶和华的作为 他知道耶和华跟以色列人有关的故事 他样样都知道 那我们基督徒也不是这样吗 我们在教会活动久了 知道不少的圣经的知识 无论是旧约的 或者新约的 我们都知道 甚至有的时候当传道人要讲道 他们一读圣经 我们就大概都知道他想要讲什么 但是各位你知道吗 知识不等于信 一个人有宗教的知识 一个人有圣经的知识 不一定等于他已经信了 我也是在一个家庭聚会里头讲到 我讲完以后 跟一个来宾谈话 他对我说 他说牧师啊 你今天讲得不错啊 我三十年前听过了 原来这个人听到听过好多啊 那我就问他你信了没有 他说没有 你可见 你知道圣经的道理 知道他是好的 但不一定是已经相信的 不单止这个人是这样 甚至有一些所谓神学家 他们研究圣经 研究基督教 但是他们不信了 不信圣经 不信耶稣是同女怀孕所生的 不信耶稣死而复活 他们知道 他们很多这个宗教的知识 但是他们还没有信 知识不单止不等于信 知识也不等于有生命 更不等于有一个丰盛的生命 各位大家都知道 当我们在教会久了 我们对基督教的知识多了 知道不少的经文 那各位我们大家都知道 当我们在教会久了 我们对圣经的知识多了 知道不少的经文 也知道不少的 官服这个基督教的那些的道理 但是 我再说不等于有生命 因为不少的时候我们看见 人有这个知识 但是 他在生活上 活得不真 不像有生命的人 因为我们看见 虽然有不少人有圣经的知识 但是 常常 计造很多的问题 计造很多的麻烦 跟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 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 所以知识不等于有生命的 与知识是非常好的 而且是非常需要的 但是 我们要化这个 知识为我们真实的信仰 要真正的相信 好像驴底亚一样 他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的 要好像他一样 真实的相信 我们要化我们的知识为真信 正好像保罗为以夫所的信徒祷告一样 他在以夫所书第一章十七节 他为这些以夫所的信徒祷告 他求上帝将智慧和启示的灵 赏给人 使人真知道他 可见他希望以夫所这些基督徒 能够真正的知道我们的上帝 真正的相信 要把我们这些宗教的知识 化成真信 那就是说我们要真正的相信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我们要接受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 接受他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 让我们这个生命不断的改变 使我们这个新的生命越来越丰盛 使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越来越来越像我们的主 满有我们主的性情 吕底亚 他真信主 他信得很真 他不单止是 化他宗教的知识为真实的信仰 他也化这个宗教的行为为真实的信仰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刚才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 圣经说他参加一个祷告会 而且这个祷告的地方是在河边 意思就是说 他每一次参加祷告会的时候 他就要从家里面走一段的路 到了这个河边来参加的 各位 参加祷告会是什么 参加祷告会是个宗教的行为呀 宗教的行为是可贵的是可爱的 我相信大家都承认 当我们看见人 常常聚会的时候 那这种宗教的行为是很可爱的 对吗 有些人参加聚会 风雨不改的 真是可爱 甚至有传达人告诉我 他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 参加祖的崇拜 连台风来了 还是参加 所以这种宗教的行为是非常可爱 可敬佩的 假如一个人 能够常常参加祷告 更是难能可贵的 为什么呢 参加祷告会这种宗教行为 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参加 因为有不少的人觉得祷告会是很乏味的 有些人就觉得参加祷告会是浪费时间的 有些人说我自己祷告也可以 也不必与众人一同参加教会的祷告会 所以 能够每一个礼拜都参加这个祷告会 这种宗教的行为是可贵的 非常美好的 不过呢 宗教的行为 不代表真信 他每逢安心人 都去参加那个祷告会 但是 是他后来 听了保罗讲道 明白真理以后 他接受耶稣基督 为他预备的救恩 然后他就说 他是真信的 可见 有宗教的行为 不代表 他已经是真真的相信 事实上我们也看见 有人参加教会的聚会 十多年 人还没有信 有宗教的行为 也不代表 这个人是真真的相信 因为有人在基督教的机构里头来服事 他在那个基督教的机构服事几十年 还没有清楚得救啊 他临死的时候非常的害怕 找我一个老师去跟他谈道 帮助他清除 帮助他清除得救以后 他才放心 可见 可见 他是真信 他是真信主的 那真信主是什么 真信 真信 真信主 是生命的问题 是生命的改变 一个真信主的人 他是常常与我们这位赐生命的主 常常常接连的 所以有一次 耶稣就跟那些从老远地方跟着他来的犹太人 讲道 他们就有宗教的行为了 但是耶稣就对他们说 你们要吃我的肉和我的血 什么意思 这一句话的意思 就是要他们得从耶稣而来的生命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要常常与这位赐生命的主结连 好像每天我们吃我们喝一样 把我们与主的生命结连起来 哎呀 这才是真信 不是光有这个外表的行为 女底亚这个姊妹是这样 化她的宗教行为为真正的相信 保罗他自己也是这样 保罗也是满有这个宗教的知识的 因为他说他比跟他同龄的犹太人更加讲劲 更加热心 这是他写加拉太书第一章十四节的时候 他讲的嘛 他很认识这个旧约的道理 他也非常热心 他也非常热心来维护这个旧约的真理 但是直到有一天 他在大马色的路上 碰见了耶稣 直到耶稣是唯一的救主 他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主 从今以后他的生命改变 从反对耶稣迫害教会的一个这样的人 变成一个爱耶稣 传扬耶稣 一生就是为耶稣基督牢牢奔波的保罗 说这是生命啊 所以从吕迪亚这位姊妹的身上 我们看见 她是信得非常的真的 吕迪亚这个姊妹 留给我们的不但是看见她信得真 她的表现也是非常真的 当吕迪亚真信主以后 她有一个要求 她要求保罗他们这一群人 到她的家里面住 这是她真信主以后一个表现 弟兄姐妹 原来一个人的生命有改变 一个人真信主的话 她一定有所表现 一定会从她的行为上 来表现出来的 这是真的 当一个人的生命改变 在他的生活上 在他的言行上 他都会改变的 而不过呢 我请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不是要用我们的言行 来换取我们的救恩 我们不是靠我们这些的言行 来换取生命 我们永远没有办法 用我们的言行 来换取救恩的 我们的救恩 我们的新的生命 只是靠我们的主耶稣 不过呢 我有说回来 一个真有足生命的人 却一定在他的生活上表现出来 一个真真信主的人 一定在他的生活里头 流露出来 这种表现 是生命里头一个很自然的流露 当我们看这个李迪亚姊妹的表现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他留保罗他们住在他的家 不是别人叫他的 不是别人要求他的 更不是别人勉强他的 乃是他很自动 很自发的 除此他里面这个内心 是很自然的流露 那么李迪亚这位姊妹 他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呢 他请保罗他们这些人住在他的家 各位弟兄姐妹 请人住在他的家 这是什么 这就是一种爱的表现 原来 当李迪亚一信主以后 他有主的生命 他就很自然的有这种的爱心表现出来 为什么是爱呢 因为爱是我们上帝的性情 爱是我们这位上帝他的本质 所以当一个人 忧了主的生命以后 他很自然的就有这种爱的流露 那李迪亚这种爱的流露 给我们看见 他爱得很真 他不光是在口头上 要保罗住在他的家 圣经有一个形容很特别的 他是抢流 什么意思啊 就是很真啊 不是口头说你来做啊 你来做不是 他是抢流他们 表示他爱得很真啊 那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这种真实的爱是我们要学习 要追求的 那保罗曾经告诉过我们 他说爱人不可以虚假 记得吗 罗马书十二章第九节 所以一个真信主的 真有主生命的人 是爱得要很真啊 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都学会说 我爱你 英文是I love you 但是 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 真是要真啊 好像小孩子一样要真啊 有一天我的女儿告诉我 她说她的儿子 有一天忽然对她说 妈妈我爱你啊 她就问她为什么 她说妈妈 你为我做了好多事啊 我女儿就问她说 为你做了什么事啊 她说你为我煮饭 为我洗衣服 为我做这个 为我做那个 她说妈妈 你为我做了好多事啊 我怎么样能够回报你呢 我听了这个小孩子讲的话 很真啊 不是人勉强他讲的 我听了以后 我的眼泪都流出来啊 爱人要真啊 这是我们要追求的 弟兄姐妹 我们这些有主生命的人 我们要流入主这种爱的性情啊 吕底亚爱保罗他们 这个爱说明什么 这个爱表现在接待人 他接待人也 接待的非常的真啊 那弟兄姐妹 因为 要结代人住在家里面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你结代人住在你的家 会使你非常的疲倦 不要说结代人住在你的家 是不容易 结代人到你的家吃饭 已经很不容易 为什么 你这个预备的功夫很多 当他们吃完饭以后 他们走了 事后的功夫也是很多 所以你结代一个人到你家吃饭 已经是很不容易 除非你很有爱心 结代人吃饭已经不容易 何况你要结代人住在你的家呢 没有真实的爱 不容易结代人到你的家住啊 旅底亚这个姊妹真好 你们若以为我真信主 你就到我的家来住啊 论到旅底亚姊妹这种爱 这种的结代人 其实也是告诉我们 就是要接纳人 要接纳不同的人 那旅底亚这个姊妹是接纳保罗 保罗是什么人呢 保罗就是主里面的人 原来这个姊妹很高兴很愿意地接纳在主里面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 原来一个真信主的人 我们就要接纳同样在主里面的人 接纳在主里面的人 这是最基本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主里面的人 就是我们是同有主生命的人 主里面的人就是我们都是上帝家里面的人 而既然是我们同有主的生命 同是上帝家里的人 所以我们就要接纳这种的人 这是我们每一个真信主的基督徒 我们一定要竭力来追求的 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 都不能够接纳我们弟兄姐妹 让我告诉各位 一方面我们是非常实见证 这是为什么那些还没有信的人 或者那些年轻人 不愿意到教会 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当我们不能接纳我们主里面的人的时候 那弟兄姐妹 另外一方面 圣灵很难做工啊 因为我们这些属主的人 都不能彼此相爱 不能彼此接纳 你说圣灵怎么能够做工呢 圣灵不做工 教会怎么能够进步呢 所以我们一同要 接纳主里面的弟兄姐妹 论到这个接纳人 我们要接纳我们家里的人 我们要爱我们家里的人 我知道 我们家里的人 我们很不容易接纳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家里面的人 因为我们家里面的人 是最有利益关系的人 有了这个利益关系 就容易生矛盾 有了这个利益的关系 就容易生冲突 所以很不容易爱的 家里面的人 有的时候不容易爱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最知道 我们家里的人 他们的软弱 当我们发现 那么很多软弱的时候 我们是不容易去爱 但是弟兄姐妹 真真信主的人 就是有主生命的人 有主生命的人 就好像我们的主 接纳我们一样 我们的主 就是接纳我们 这些不大可爱的人 这是主的生命 论到这个接纳 我们还要接纳这些 还没有相信的人 没有相信的人 他们跟我们不一样的 他们的外表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的言谈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的嗜好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的价值观也跟我们不一样 对吗 因为这种种的不一样 实在不容易解纳的 还没有信的人 不容易解纳 为什么 因为这些还没有信的人 会不同意我们的 甚至会反对我们的 常有我们辩驳的辩论的 所以 要接纳这些还没有信的人 实在是不容易的 但是 但是 接纳还没有相信的人 是我们的主的性情 是我们的主来到这个世上 他的目的 所以 既然这是主的性情 我们就要效法我们的主 就要效法我们的主 怎么样接纳这些没有信他 反对他攻击他的人 我们的主是这样接纳 还没有信的人 求主也帮助我们 能够有耐心 来接纳这些 还没有相信的人 那当我们跟这些还没有相信的人 结束的时候 弟兄姐妹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说话要真 假如他们发现我们讲话不真 他们就不再相信耶稣 我们跟这些人相处的时候 要守信 当我们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所承诺的 我们所答应的 我们要守信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 言而有信 当他们发现我们不守信的时候 他们也不会跟我们信耶稣 我们跟他们相处的时候 要有耐心 因为领一个人归主信主 真是不容易 正如摩西领导这些以色列的百姓 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也正如我们的神 领导这些以色列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真是不容易 需要什么 需要有耐心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这些真信主的人 真有主生命的人 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上 表现出来 弟兄姐妹 今天我讲的 不是要讲给你们听 今天我跟大家所讲的 乃是我今后的追求的 我非常渴望 我的主能够帮助我 今后我的生命 越来越像他 我希望我的主帮助我 今后我的生命 越来越像他 希望我信他是非常真 希望我越来越像他 好像有一天我见他的时候 不止羞愧 那弟兄姐妹 新的一年又来到了 我们常祝贺人新年快乐 也有人寄给我这个通信 祝新年快乐 我们怎么能够在 新的一年快乐呢 除非我们在灵性上 能够进步 生命不断的更新 我们活在人的面前 活在主的面前 是越来越真 我们基督徒 才能够真正的快乐 所以弟兄姐妹 新的一年摆在我们面前 愿我们在 这个新的一年里头 我们要活出真 我们祷告 爱我们的主 谢谢祢 今天我们看见 这一位 吕迪亚姊妹 她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但是她一听了 保罗所讲的道 她立刻就明白过来 她就真正的信了主 当她信了主以后 在她的生活上 就流露出 这种真信主的性情来 天父谢谢祢 吕迪亚姊妹能 我相信我们也能 帮助我们活在祢的面前 活在人的面前 我们能够活出 真正的生命来 天父帮助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请不吝点赞 我们再次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